谈点 名侦探柯南里被忽略的21位美女 绝对有你没见过的漂亮姐姐 1.木木绿 你敢相信木木警官居然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曹贼竟是我自己 学生时代的木木绿曾是个不良少女 对警方很多信任 长相柔美 性格却比较强势 因为自己的姐妹被针对女高中生的变态杀死 决定以身为二 把歹徒骗出来 而当时负责保护她的就是木木警官 但人也因此而结缘 情人节的时候还因为误以为木木忘了日子 一个人在家喝得酩酊大醉 成熟酷扎的帅气美女是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因为工作被年轻漂亮的新人前夜压计抢走 而怀恨在心将其绑架 最终被少年侦探团拆穿 但说我之言 明明这金球帽和美长得更好看 3.福布进华 原名迟波进华是福布屏葬的妻子 和人称黑记的儿子福布屏次不同 进华的皮肤非常感兴 她是我妈 怎么可能 因为你的皮肤那么黑 即便人到中年依旧不嫌老太 出场时就极为惊艳 上毛利大叔使出了一秒变装技能 上学时期的她更是梦中情人 擅长烹饪和禁忌鸽牌 光是通过观察鱼肉就能分辨种类 还曾获得过鸽牌皇后 更是声藏不露的尖刀高手 以善夺白人的精彩操作 简直率我一脸 4.菊真宴 出自第24集 丧失记忆的美少女事件 早期动画组的原创菊奇 什么叫天降美女啊 原本是对毛利怀恨在心的歹徒 起来的杀手 伸手脚剑 出手很辣 却因为一场交通事故 意外失忆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 无意中被死神一家捡到 恢复记忆后 打算继续执行任务 要不是柯南及时赶到 毛利小五郎就要被吊死了 5.白鸟沙罗 白鸟人三郎的妹妹 长相青春甜美 胜任时间未来的一颗星星 飞银里的小迷妹 出场就嫁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发家 也是在她的结婚庆祝会上 飞银里说出了毛利小五郎 对她求婚的那句话 6.铃木棚子 原子大小姐的妈妈 也是铃木财团董事长 铃木使老的妻子 特点是左眼角下方的类质 性格强势又自行 早期动画形象和后来稍微有所改变 因为大女儿林子要嫁给 负责财团的三儿子 铃木家的家业 只能用原子老公入坠来继承 于是再见到荆棘镇的第一面 就要把柯南第一副的铃木财团给出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坠续吗 是侦探小说家新名人太郎的女儿 本是一名都市白领 父亲却突然失踪了两个月 警方没有丝毫线索 家中也没有收到任何恐吓勒索信息 不得已只能求助侦探 这里话待遇的哭泣鸡鸡美人 谁能扛得住呀